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規律局的珠寶3D設計教學頻道 十分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不過這邊還是讓我們花一點點的時間做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我們有針對珠寶設計做出相應的環境設定 如果是新朋友的話一定要點開我們每期影片的完整資訊 然後跟著我們設定指南的影片做一次環境設定 其他背景知識的影片也都會在這邊條列出來 有需要的時候可以再慢慢觀看 還有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做得不錯的話 麻煩一定要幫我們訂閱分享小鈴鐺 接著就讓我們進入這一期的主題教學吧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對稱黑桃界 這次會示範怎麼用類掃略建模的技巧 快速地完成這種對稱的造型設計 先添加網格園做出界圈 先添加網格園做出界圈 0.158半徑也是8 重新定義尺寸套用旋轉與縮放 進入編輯模式偏移2.5做出外圈 再把外圈往上移1 刪掉左半邊的頂點 填加鏡像修改器 然後切換到優勢圖 添加一個平面 編輯模式中合併成一個頂點 再添加鏡像和細分表面修改器 接著對到參考圖 描出黑桃的輪廓 增加鏡像修改動 只有推進圈 再去按右下 來按右下 請電動 來按右下 街上 描好以後把黑桃移到界圈的上方 再把黑桃結合進界圈裡 開啟界圈 Y 軸的鏡像 再來把黑桃底部的終點對其內圈上方的頂點 那上面的點現在已經很接近了 所以直接把黑桃的點合併過去就好 底下的點也要記得合併 這樣上方的輪廓線就完成了 接著我們先看一下黑桃總共有幾個頂點 那總共是10個 所以接著要做一個也是10個頂點的底部輪廓線 先用F連結出輪廓線再用細分切出終點 這段輪廓細分次次以後會是11個頂點 所以直接把中心的頂點消融掉 把樞紐點改成作用中元素分別對齊內外圈上的頂點 把樞紐點改成作用中元素分別對齊內外圈上的頂點 然後不能直接就這樣掃略這邊還要再多一道平緩的輪廓線才行 先複製底部的輪廓線再把樞紐點改成3D游標 轉負45度對上去 如果操作都正確的話內側的點會重疊在內圈的點上 合併重疊的點以後再指定內圈上的點為樞紐點 接著就是拉近畫面目測用旋轉和縮放對齊 只要拉的夠近目測也可以把點對到可以合併的狀態 接著就是選輪廓線用隔線填路做掃略 然後稍微調整形狀 一樣是以內圈上的點為樞紐點去調整 先用切片轉成斜向 請求你 請求你 請問一下 請求你 請求你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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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多余的部分是结构线不够 我们直接用K割出新的结构线 接着是材质的部分 这次用第二种的黄K金 这次的HDI是这张 比对相乘的力量是1 接着来看Render的结果 OK Render的结果还不错 大家也赶快跟着影片 加入Bender珠宝3D设计的行列吧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分享小铃铛 如果觉得B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ender Cloud 既支持B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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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